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鱼龙喀什河 地球上面最贵的一条河流 河电雨的资料就产自于鱼龙喀什河里面 来自于全国各地人都在里面逃跑 世界上最贵的河流 虽生出无数财富传奇的玉石巴扎 也吸引着无数敏锐的淘金者 这里是新疆和田的玉石巴扎 历史上和田就是玉石的重要产地 但玉石巴扎要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形成规模 后来又几次牵制 无变的是摊位上离朗满目的玉石和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 这个石头 七度 百度 最好石头 这个一百多万的石头 摸得很舒服 很舒服 你摸一下吧 你看 摸一下 很舒服 律师巴扎李 李和铭是最早做瓦洛玉石生意的主公 十六岁就来乌鲁木齐了 在乌鲁木齐待了十几年 直播刚刚萌芽的时候 我们就来河点做了 直播风格我们赶上了 我们早上起来就是先逛巴扎买料 看完没有新料的 我们就回来直播 多少斤 半斤的铭 这样吗 九千五八的铭 多少斤 真钱 五百斤 真钱 百块 真钱 律师的讨价还价简直就是一场战争 需要掌握各种计谋 即使是陷入僵局 还有可能一举反杀 不好 做为一个老手 李和铭已经深谙游戏规则 我说你给不给我吗 一万七给不给我 给了我面子给一个 给一个嘛 我们孩子好朋友呀 对不对 这个一万七给我了 别人的草案啥的话 这个是多 我耳朵拆掉了 这个一万八给我了 行了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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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八 钱都不用了 送一 送一东西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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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块钱嘛 我给了 送一东西给我 你都拉开了 都知道我好心的比较 拉开 拉开 给 两千块小的呀 你啊 哎呀 认真查看 仔细打量 资助比较 鱼石巴扎 财富传奇的舞台 大多数做直播都是做三料的 然后刚开始就可以 今天看过去卖了一万多 今天三料框也没挖啊 今天估计很难啊 那个叫月夜相遇啊 百里的价格没有 沙岛青 碧雨 黄河 桃花雨 然后白雨 基本上都有 对 通过直播的人 很多人了解到河天雨了 都想买 然后其实 河天雨嘛 也没他们想象中那么贵 以前通过那个商场呀 其他频道河天雨贵嘛 现在通过直播 就是说 河天雨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贵 所以说现在 就直播生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想要抓住风口的人还有很多 每晚九点 日光下的露天巴扎结束了 灯光下的网络巴扎紧跟着顶沸起来 在河天的直播大厅里 只需要一部手机 一万块钱的月租 一平米的直播柜台就开张了 一千二百块 一千二百块 相比于白天动辄上万的巴扎 网络巴扎上就有更多简陋的可能 直播间里的人更多是来感受 讨价还价的热情 直播间就是白菜价老不家 和银子老家 八十米要了 八米要得过 三一一一三米要过 一百米要得过 一百米要得过 一百了三二一零 没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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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一百八不给过 两百不给过 这多少钱这个 三千八五十 三千八 这五十 老侠 我靠想你了 爱你 摩摩打 对 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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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吧 缘分 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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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缘分 你又黑我了 我那个银子 我爱你就是永远都爱你 赶快 赶快 加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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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五 四千五 都已经回去吧 四千八 能买都买 不能买好些 五千五千 你就差两百 我差两百 五千 你差两百 我差两百 这才给面子呢 这才给面子呢 网络拓宽了巴扎的边界 甚至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这里通过网络直播的交易 依然火爆 通过网络 许多人练就了一双惠言 所以说你看这个网络看出来 看这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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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有没有讲看话呢 三 二 一 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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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竞争激烈 想要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做自己的货 连货品要过硬 货源就是优势 每天早上 李和铭都会去巴扎上去 每一块石头都可能是机遇 75万是吧 黑青 手机弄行吗 500,500,500 手机弄行吗 500,500 3500 石包鱼 我们拿上去看一下 大概谁弄看一下 所谓石包鱼 就是在石头的外表里面 可能藏着一块纯净的玉石 那样的话 可能就赚一倍都不止 也可能里面就是一块碗石 花掉的钱打了水漂 你看那料怎么样了 里面有肉 里面有白肉吗 不好吃 有可能里面有白肉这个料 白肉则是指石头里藏着的白玉 而青肉就是指青玉 是一小博大 还是希望落空 答案马上揭晓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个 浴石生意 一半靠眼光 一半靠运气 这一次 他赌赢了 里面的肉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细 3500块钱就很便宜了 这个料做一个挂件也有可能就卖回来了 今天我不是签了一块石包鱼吗 签了给你们再看一下 那我给卖到了 卖了一万块钱 我觉得很开心 如果要是那个啥 你要是 在浴石巴扎上 李和鸣并不是单打独斗 妻子李宝珠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们最早就是因为浴石而相识的 我老婆主要管经营后来的售后 我跟我老婆当年是 一个卓妓的姐姐 关系很好的 就认识了 接着我认识了 也没告诉我说是相亲 我就去过去吃饭去了 印象很深刻 因为她普通话不是很好 我就感觉这个子不高 好黑 她还黑亮黑亮的 特别黑 然后声音不好听 她不属于谈恋爱的人 你要跟她谈恋爱 能被她气死 一点都不浪漫 然后她就一直在扶持我工作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和田了 然后就结婚了 她是把我骗过来的 因为我没来过和田 但是我那时候想 我做和田玉的 就应该到一下和田玉的发源地 玩几天吧 玩一个星期 来看看结果就不让走了 对 然后就留下来了 都是你别人不要你 你这个机会买 你不要 你要在和田那里 但是来这边以后我们发现 这巴招很大 而且全国各地的浴室商人 都会到这里来 包括旅游的人 发现气氛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来和田大家都是 那些努力生活的人 那个叫月夜相遇啊 百里的价格没有 那种 来和田已经从18年到现在了嘛 2022年了 达了四年了 没有业余时间 青花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这个 这个青花真的棒的很 三千五这个 你买不对就麻烦了 他现在还好 已经一周还能休息一天 他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的 我还偶尔就去市里面 我逛个街 我买件衣服啥的 我老公一个月他勾结 他都不踏出这个一周城 这样子 他就在这里面 然后直播完以后 然后大概从七点半开始 我吃完饭 吃完饭我就开始做加工了 就订一订加工厂 大概十点半我就接着直播 播到一点钟 每天要工作十来个小时 直播的话大概八九个小时 因为我们团队也说多也不多也十来个人了 加工厂也有五六个人 也带动身边的一帮朋友们 干一件自己都想干的事情 带帮身边的朋友都能够挣点钱 当然是想让我们过上好的生活 毕竟现在也成家嘛 有孩子了 而且二宝也有了 所以他这么努力 就是想让我们以后自己的孩子 包括父母 都能过上好的日子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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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出去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见了 新新色色的人 经历了我们人生中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转折也是 而且完成了人生了两件大事 结婚生子 好 好 好